嗨,大家好,我是Vivian 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动态和深度解读 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AI热点吧 1.谷歌宣布了多项新的人工智能功能 可以帮助用户规划夏季旅行 这些功能包括可以生成个性化旅行形成的搜索AI盖览功能 以及可以推荐活动和餐饮选择的聊天机器人Gemini 用户还可以使用Gemini的Gems功能 创建自己的个性化人工智能旅行代理 此外,谷歌还推出了一项新功能 可以识别屏幕截图中的位置 并将其保存到列表中 从而更轻松地组织旅行计划 谷歌还将价格跟踪功能引入酒店预定 当价格下降时 用户可以收到电子邮件通知 2.Redcar是一家开发人工智能销售代理的初创公司 已在种子轮融资中筹集了530万美元 该公司的人工智能代理可以自动执行 潜在客户研究和拓展等任务 使人类销售团队能够专注于更高价值的任务 Redcar的创始人相信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销售团队提高效率和效益 3.Mindset AI是一家帮助SaaS企业构建和嵌入AI功能的公司 已完成430万英镑融资 这笔资金将用于扩大其在英国的业务 并在芝加哥开设办事处 Mindset AI的平台 使企业能够创建用户友好的AI代理 使用自然语言进行聊天 将其独特的内容和专业知识 转化为实用的AI功能 一位客户在推出搜索和推荐代理后 课程注册量增长了900% 而另一家公司的AI支持代理 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将其团队的工作量减少了40% 4.沃尔玛旗下的会员制仓储式商店 山姆会员商店 Sams Club正在推出一套人工智能购物系统 允许顾客随时随地扫描商品 并在离开商店时 由人工智能扫描仪进行验证 该系统名为Scan Go 旨在打造无摩擦的购物体验 消除传统结账流程的需要 该公司还在投资人工智能技术 以改善购物体验并提高效率 此举是人工智能在零售业应用的广泛趋势的一部分 并被视为山姆会员商店保持市场竞争力的一种方式 5.科技公司 Lidos宣布与匹兹堡大学建立1000万美元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加速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的应用 此次合作旨在开发新的人工智能医疗保健解决方案 包括改进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合作将重点关注开发用于疾病早期检测的人工智能工具 改善军人家属和退伍军人的护理 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部署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此次合作建立在Lidos与匹兹堡大学现有的合作关系之上 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取得切实成果 6.荣耀Magic 7 Pro 智能手机搭载AI摄像头 具备可调光圈和2亿像素远射镜头等先进功能 此外,这款手机还配备了名为Magic Portal的功能 利用AI技术根据用户互动提供操作建议 Magic 7 Pro还配备了用于视频通话的深度伪造检测功能 该功能可实时分析视频中识别伪造痕迹 这款手机的AI功能旨在提供更直观、更安全的用户体验 并被视为该设备的关键卖点 如果您对人工智能充满好奇 想要及时了解这个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科技领域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拜拜 by bwd6 来自信 stack之内吧 酷